关前提醒,要考试的同学请关闭视频 大家好,我是大野猪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资讯吧 首先,大家不妨点赞三连 为自己喜欢的角色和武器积攒一波欧气吧 简话少说,开始 首先来说一个很有趣的新闻 相信大家在做活动的时候应该都发现了 活动的教程大多数都是用提瓦特语写的 而提瓦特语已经被原学家破解了 这是对应的文字 所以通过文字的转换翻译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官方在这些上面写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近日有一位大佬破解了上面写的到底是什么 第一块上面是 这些文本只是临时的 我也不知道应该写点什么 第二块上面写的是 萧君,萧真的很帅 要不是因为萧,谁工作啊 第三块 回家,我讨厌工作 我想回家睡觉 我一点都不喜欢工作 希望这位朋友没事 看到的朋友也请不要上报 大家都是打工人嘛 理解一下 萧多帅啊 想回家睡觉啊 谁不想的 然后是萧和夜兰的卡池流水 仅用了四天时间 就在日本超过了零人卡池21天的总流水 很多玩家都是没想到的 但是萧的剧情和午夜叉的PV 直接导致流水在下滑的第二三两天突然又升高了 然后好多朋友去抽萧了 可以看出官方在有剧情的时候 再复刻这个角色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剧情加上PV的加持 哎哟角色流水确实高啊 而且关于萧、钟离、午夜叉的剧情 在外网讨论还是非常热烈的 钟离虽然在这次剧情中出场的时间不多 但是在外网的人气又上升了好多 本来就是第一位 现在又上升了这么多 萧看起来很受宠啊 雷夜叉就算失忆了 仍然独自在为离月而战 这次的剧情真的是非常的棒 还有要提醒一下大家 在很多平台都会看到这样的广告 说什么免费送648 完成一系列的活动就可以打折 请不要轻易相信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怎么可能分享出来 早就一个人偷偷摸摸在那边自己弄了 最后祝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 小body不歪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也诛 如果您也喜欢原神资讯 福利攻略 不妨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